然番剧场!然番啦! 星城学府,晚九点。 穿戴整齐之后,风琦站在镜子前仔细地整理, 确定已经将自己包裹严实之后, 他背上背包走出房间下了楼。 外面月明星夕,湖边的柳枝随风摇曳。 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 他竟直往学府大门口的方向走去了。 在与门卫保安人员打过招呼之后, 他离开了星城学府, 一小时之后, 风琦的身影出现在星城东区的一家咖啡厅, 迈步走了进去。 齐哥,这里! 这时,凌染的呼喊声响起。 他转头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发现穆琴、凌染、吕月都已经到了。 来到穆琴的身边坐下, 凤奇将背包放置在胸前。 齐哥,我们都准备好了, 您准备的家伙呢? 凌染这这时小声地询问的。 什么家伙? 面具呀, 既然是秘密行事, 当然要准备面具了。 听到这番话的风隙拉开了背包的拉链, 只见里面摆放了四个面具, 分别是孙悟空、 腾僧、猪爬戒、杀物镜。 你就不能买些看起来有逼格的面具吗? 佩戴这个面具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憨批。 吃完晚饭去了一趟学府的商业街, 这次行动正好就我们四个人, 就觉得挺合适的, 又不是不能遮盖面容。 行, 我要孙悟空的。 好, 随便你。 闲聊中, 时间推移, 期间木琴偶尔会插上脊嘴, 吕月则是全程冷漠的。 用凌染的话说呀, 吕月上辈子肯定是个债主, 全世界都欠他钱的那种。 现在虎泊研究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今晚, 风起决定正式对星城内的领域弱族下手。 想要控制领域弱族联盟势力, 第一步就是展示武力, 让星城内的领域弱族高层看到他的实力, 这样才能有后续的谈判资格。 血腥镇压的手段看似暴力, 但对于弱肉强食的领域世界势力来说, 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只有让对方畏惧, 接下来才好提要求。 当时迷雾之主使用的方式就是, 打一棒然后给一颗填藻。 在领域弱族联盟高层以为 星城已经不安全, 考虑解散联盟组织等以后再成立时, 迷雾之主却给出了优厚的条件, 并允诺给领域弱族高层们提供资源福利。 这一招让迷雾之主很轻松地 就掌控了星城内领域弱族联盟的任务, 情报网。 相比较重新设计复杂的计划流程, 显然是抄作业来得简单了。 时间来到了凌晨11点, 风起与凌然等人离开了咖啡馆, 往目的地走去。 临近过年的夜晚, 气温清寒, 路上并没有多少行人, 只有24小时运转的打扫机器人, 沿着极定路线缓慢的前进。 身上灯光交错节, 给清冷的街道增添了一次升级。 半小时之后, 风起领着三人拐入了一条没有路灯的胡同, 继续走了一段路程, 拐过弯, 他们在一家酒吧前停下了。 酒吧前立着一块霓虹牌, 上面写着末日酒吧四个大字, 下面还详细描述了这家酒吧的特色, 最后是一行醒目的文字提醒。 本酒吧为会员制酒吧, 非会员不得入内, 成为会员需老会员引荐。 对于这个地方, 风起算是很熟悉了, 上一条西生县的钓鱼行动就是在这里展开的, 最终果然钓出了夜影族这条大鱼。 来到酒吧前站定, 风起脱下背包, 从中取出了四个面具, 分别给了吕月、凌冉、沐晴。 戴上面具之后, 风起转头望向带着唐僧面具的吕月。 吕月, 你负责门口观望。 好。 吕月没有过多的废话, 当即点头回应, 随后站到了一边。 随后风起带着凌冉与沐晴往酒吧内走去, 沿着光线昏暗的走廊, 来到了尽头铁门处。 他伸手拍了拍铁门, 等待数秒之后, 铁门上的铁窗被打开了, 一双眼眸从中显现, 开始打亮外面的情况。 沙哑的声音随后传来。 有事啊。 凌冉当即开口道, 废话, 没事谁来这地方。 会员编号。 声音再度询问道, 一一二八三四。 风起给出了回应, 这则编号来自于夜影族, 现在正好用上。 稍等。 铁门上的窗口被合上了, 等待片刻之后, 齿轮转动声响起, 铁门被缓缓地打开了, 只见门内站着一个身高两米有余的高大男子, 他右肩扛着一根粗大的铁面, 一脸的胸下。 他在这时侧身让出一条路来, 风起当即带着凌冉, 与木青迈步走入了酒吧内。 喧嚣的声音顿时充斥耳畔, 与外面的清冷截然不同, 大量类人领域战士在这里聚集。 劲爆的音乐声中, 这些亡命徒有的在赌博, 有的在交流情报, 还有一些在独自饮酒。 其中也不乏戴面具的领域战士, 他们的穿戴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 能够来到这里的, 都是为了族群未来赌上性命的亡命战士, 为了立刻以豁出性命, 有时候也会截略其他种族的资源。 这种情况下, 很容易就会结仇了。 保护自身隐私, 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一种保障, 更是对背后族群的保护。 风奇带着凌染与母亲来到酒吧台前坐下, 血腥镇压这座领域弱族据点, 是他今晚制定的行动。 但在此之前, 他决定先瞧瞧最近领域弱族的任务情况, 说不定会有意外发现。 八台内, 隐明戴着黑色帽子, 赤裸着上半身, 体表纹满了扭曲符号的精壮男子望向他询问道, 喝点什么? 与记忆中相比, 酒保换了个人, 但这并不影响接下来的行动展开。 任务清单? 听到这番话的酒保当即点头, 随后开始了一系列花里胡哨的操作, 最后在酒杯里滴入了冒着紫色雾气的液体。 调制完成之后, 精壮男子将三杯酒推到了他们的跟前。 拿起酒杯, 风奇一饮而尽, 凌染与母亲见状, 也当即引下了酒杯里的紫色液体。 风奇在这时闭上眼睛, 亦是进入到了精神十海中, 只见金色海洋上空, 不断地由紫色能量渗入, 最终紫色能量在石海上空汇聚, 如画卷般缓缓地展开。 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张任务清单表, 上面详细罗列了各方领域事例发布的任务, 以及完成任务后的报酬补偿。 画卷上的清单内容可以用意识操控翻页, 相较于上条时间线, 他来到这座酒吧的时间比迷雾之主早了五年。 能看到的任务显然与迷雾之主看到的完全不同, 但是清单上的任务啊, 无非是调查, 雇佣, 暗杀, 允输之类的内容, 其中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暗杀任务。 暗杀任务上无非是两种目标, 一种是敌对阵营的领域势力, 第二类就是人类天才。 这些名单上的人类天才在他看来, 无疑是破晓组织的人才储备, 比如暗杀任务清单中就一个名字叫鸾绍远的男子, 他正在研究的项目与如何吸收领域生物的血脉力量有关, 无论他的研究项目是否可行, 但无疑让某些领域势力有了担忧, 导致他上了猎杀名单。 其他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有些人才的研究项目只是让某些领域势力感到了危急, 就会发布任务将其提前扼杀。 这一点风气倒是不觉得奇怪, 举例来说, 上一条时间线如果有人说自己正在研究破解削肉计, 无论这条路他是否走得通, 肯定会被迷雾之主提前扼杀, 防止不可控的情况出现。 翻看完任务清单片刻之后, 他那目光被清单上的一则任务吸引, 他当即将目光聚集在了这则任务上, 顿时任务详情浮现, 调查蓝皮生物来历, 图片蓝皮生物, 任务要求调查蓝皮生物的来历, 或提供与蓝皮生物有关的情报, 任务期限无, 任务奖励, 是提供情报价值而定, 最低三颗奇迹血石上不封顶, 任务详细描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